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ton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做一集节目 来讨论我们如何成为一个遵守圣经原则的投票者 为什么呢 因为2024的选举马上就要到来了 我们觉得这些是基督徒必须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的确是这个样子 因为有太多的基督徒 他们选择不参与在政治里面 他们觉得政治是一个坏事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集节目里面来讨论一下 就是基督徒来投票或者是来参与政治这些事情是不是违反圣经的 我们可以在开始之前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拥有的政府人员是完全顺服神 而且爱主就爱得不得了 走三步就跪下非得要祷告一下 然后尽心尽力的服侍人服侍神 而且他所有的做一切事的原则还有立法等等的都会遵照圣经的原则 那这样的一个人你会认为拥有他作为政府官员是耻辱吗 你会认为这样的政府官员应该马上就要道歉 马上就要下台吗 对不对 因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居然敢去做政治吗 我们应该要把这样的人就是掉起来要把他杀死吗 之类的 其实现在在美国还有在台湾各方面的情况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觉得只要是政治人物 你就不应该跟任何的宗教系统扯上任何一点关系 除非是佛教啦 他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他觉得太棒了太好了 你只要是跟基督教扯上关系的话 他们就觉得说你滥用你的宗教 OK你滥用你的圣经 你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 你要用你的圣经的这个道德价值观来压迫别人 你们是压迫者各方面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世界是以那个方式去走的 那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对不对首先就是大卫嘛 大卫绝对政治人物啊 他是个王呢 那所罗门也是王 尼西米各种各样的太多了 我们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是政治人物 以色天 还王后呢 约瑟宰相 对 这些人都是政治人物 那除了圣经里面讲到政治人物 其实也有一个人在以色亚书九章的六到七节 在这里说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这个婴孩说的是谁呢 说的就是耶稣 他名称为奇妙测世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所以在这里面也讲到说 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面 所以呢 其实政治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汇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说 政治实在太不圣洁了 就觉得说太不应该是基督徒去关注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很多比如说什么立法院里面 拿拖鞋丢来丢去 然后砸椅子等等等等 大家说哎呀 这怎么跟菜市场那大妈打起架了一样啊 是不是这些东西就是政治啊 或者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 就是政治里面有谎言 然后大家互相指控 就是就是你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 就是因为这些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 还有言行会让人觉得说 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大染坑 这根本就不应该是我们一个天国的子民 去关注的肮脏的事情 但是其实政治呢 它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汇了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政治绝对不是一个肮脏的词汇 然后在上面那这个 我在加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耶稣 他是参与在政治里面的 OK 我们每一次主导文的时候 讲说荣耀能力权柄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这就是在讲耶稣 神是把权柄赐给他的 权柄是什么东西 权柄就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下面 去做的一件事情 但其实基督徒参与政治的原因 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一定有一个正确答案 就是希望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希望的东西 连耶稣都教导我们要这个样子祷告 所以说我们其实是非常有目的性的 要参与在政治里面的 特别是基督徒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为了拥有投票权来感谢神 因为神是要使用我们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代表神来发声 来代表神来选择 而且把这些真正属神的人放到政府的位置上面 让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治理这地 让我们可以用神的角度来通过好的法律 阻止坏的法律 但是其实长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这一块的治理 甚至我们会要刻意的忽略一个非常真理的事实 就是上帝拥有在政府之上的权柄 大家可以想想看 作为基督徒来讲 基督徒其实很少愿意把神跟政府摆在一起去讨论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心里认为 政府拥有在神之上的权柄 是这个样子 但是今天在这里要再一次重申 就是上帝有完全的权柄 不光是在属灵的界 还有在我们属地的生活上面 上帝有完全的权柄 而且上帝是完全拥有在政府之上的权柄 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 所以神要通过我们 就是他的肢体教会运用他的权柄 那当基督徒本身都忽略了上帝在政府里面的权柄的时候 当我们都不愿意代表上帝去向政府喊话发声的时候 当我们根本就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治理这个地的时候 百姓没有办法安居乐业了 神跟我们讲说 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治理这地 因为神不愿意让他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被魔鬼抢占了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长期的去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去讨论我们不愿意让上帝的权柄在政府之上的时候 百姓没有办法安居乐业 因为位置全都被魔鬼抢了 那魔鬼抢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后果 不管是你是在台湾也好 或者是你是在美国也好 或者是你经常收看我们的节目 你大概也可以看到很多非常非常糟糕的新闻 那很多这些东西的来源都是因为撒旦利用这些立法者 那这些立法者他们本来就是属世的人嘛 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 他自己有他自己很多的agenda 我要钱我要名我要利等等等等 你只要有这些东西的话 撒旦很容易就利用你了 你都不用说撒旦要利用非基督徒 撒旦也利用基督徒啊 如果要是你不是一心向着神的话 他很容易就利用你的 那撒旦利用这些人来实行一系列 全部都是敌基督的法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东西跟基督徒到底有关没关 他们是拿了基督徒本来应该有的权柄 来对付神 来对付神的子民 因为他们恨神呢 他们想要我们这些人都服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堕胎合法化 对吧 那这个就是什么 圣经里面讲的流无辜人的血 那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也被这个东西洗脑 基督徒讲说 我们就要在意这个经济就好了 我们可以在意什么家庭教育等等等等 其他东西我们都要在意 但是堕胎这个方面我们就不要在意 但是圣经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 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 还有政府怎么样 同性婚姻合法化 同性婚姻合法化大大得罪神呢 因为神所创立的婚姻制度 就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嘛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但是他说 政府代表神 有这样一个权柄去宣布 就说怎么样 俩男的也可以结婚 俩女的也可以结婚 我觉得再继续这样下的话 哪天 是吧 那个你跟狗 你们两个也可以结婚 对吧 或者是 不止限于两个人了 仨人也行 四个五个 对吧 一个人跟四个狗 也能结婚 那这就是你把上帝的权柄 你不要去管 你把它丢给政府 那这就是撒旦管 撒旦管 他就管得乱七八糟了 撒旦就是要 人跟狗结婚 撒旦就是要完全否认 上帝的创造 那还有就是变性手术 你不管是成年人 还是儿童变性手术 这都 这都不是神的心意了 成年人的变性手术 也不是神的心意 但是他们现在太超过了 他们要怎么样 他们要给儿童 去做变性手术 他们要给儿童 去做这种阉割的手术 他们要给儿童打 阻止他们 第二性证发育的这种真 他们干嘛 他们要毁掉上帝的孩子 他们不要让上帝创造的形象 再有上帝创造的形象了 他们把他们变成 男不男女不女的 还能长得像上帝 除了俩胳膊俩腿之外 那神呢 也在圣经里面警告我们 就说你们一定要注意 你们这一块土地的治理权 到底是归谁 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 恶人必不能长久 统治义人的土地 免得义人也去行恶 耶和华呀 求你善待行善的人 善待心地正直的人 耶和华必把那些偏行恶道的人 与作恶的人一同赶走 所以在这里看到 神已经告诉我们 就是说 如果恶人长久统治义人的土地 带来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义人也会去行恶 这个其实是非常直白的一个教导 就是神告诉我们说 不要让恶人长久统治你们的土地 为什么 因为导致的结果 就是你们也会变坏了 如果你们原来也是义人的话 义人也会去行恶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很多人就说 我们这孩子完蛋了 为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恶人在掌管我们的土地 所以义人也会去行恶 为什么 因为恶人在掌管这块土地的时候 文化价值观已经被他改变了 撒旦太知道 怎么让基督徒不要变成基督徒啊 撒旦太知道 撒旦比我们都知道 要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 他知道人喜欢什么 他知道人性的贪婪的欲望在哪里 所以恶人会把文化价值观给改变 然后就会造成如此的境况 哪怕就是你认为你原来是义人 你慢慢慢慢退缩妥协 慢慢慢慢再走走 变成恶人了 就是如此糟糕 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就是说当义人在恶人面前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够退缩的 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找了太多的理由 太多的借口 比如说政治是肮脏的 我是圣洁的 所以我不要参与在这里面 要不然就 这都是人的事 我是这个天国的这个公民 所以我不要管这个美国 美国公民排第二 我就不要管这个美国公民的事 我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 我不要去弄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了 你说实话让你真的去面对 就像你讲的 我们真的去面对罪的问题 我们个人的罪 我们家庭的罪 教会的罪 包括是国家里面犯的罪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面对罪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 第一个反应 首先是退缩了 这个事是不是 我就不要管 打个马慧尔哈哈就过去了 但是在箴言25章26节 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 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 好像搅魂之泉污染之警 如果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 或者是退让 或者是有妥协 就是我选择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对吧 我也不去得罪你 我也不去反对你 但是我也不知声 我也不说啥 这样的话 我们会面临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因为本来一眼清泉 就被搅到浑浊 水井被污染 以至于不能引用 那我们都说 神是什么 神是我们活水的泉源嘛 你知道这个水在圣经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但是怎么样 如果你这个水要是变得浑浊 而且变得污染了 你这样喝下去 你说你整个人就会好吗 你这个污染的泉污染的井 在我们整个国家里面 整个世界里面流动的话 你觉得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义人必须要尽上他自己的本分 如果他没有尽上本分 责任或者是坚持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办法完成啊 神派给我们的任务 而且他会让其他的人也跟着一起受害 所以这就是神在以西节书里面 责备那些应该尽责的牧人 但是没有尽责啊 他说什么 说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略物 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 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 并不牧养我的羊 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因为特别是在Ezekiel的这个书上面 他对于牧师还有牧养者的这个 是非常非常多的批判的 对 然后他是非常针对我们现在的教会 还有基督徒 非常让我们去想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过活 过活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生命的一本书 我们当基督徒 我们不能只是觉得说 教会还有我们的信仰 只是星期天让我们去那个地方唱歌跳舞而已 而是我们真的要活出我们的生命 然后我们真的要做出来 我们真的要做给神看 我们还要做给其他的人看 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之后被转化 那很多人呢 其实看到现在的情况 有一些灰心丧胆 就说我们怎么有能力去跟国家抗衡 我们怎么有能力去跟这么黑暗的势力抗衡 但是我要告诉你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绝对有能力去阻止邪恶 圣经这本书 它不是一个童话书 它不是哄你高兴 就说哎呀你太棒了 你有能力啊 你加油 你是最棒的 就是尽管你是最胖的 但你都是最棒的 也不是 圣经不是给我们一本打鸡血的书 就是明明我们不好 但是又告诉我们特别好 当然了 虽然我们不好 但是神是好的 但是神真的告诉我们呢 我们真的有能力去阻止邪恶 那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本身是有多大能力 因为我们的神已经拥有了完全的权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美国啦 你如果要做这些事情 比在说实话 比在中国要简单的多了 你在美国去投票 没有人会把你抓起来了 你如果在美国说 那个周拜登做错了 周拜登是个罪人 没有人会把你放到监狱里了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珍惜 我们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 拥有的投票的自由 还有言论的自由 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刚才讲过 以前都是这个君王执政的时代嘛 你是必须要接受君王所做的一切决定了 是不是 那个君王今天说 哎 我们这个门口这个大河 我看的不爽 那个去 全拿铁锹 给我把那个河填平了 我不想再看看 你就得拿铁锹去填 谁不填 谁不填 就马上拉去砍头 对不对 我们不用像以前那个时代一模一样了 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国家 他们已经把君王拥有的权柄 已经交给了我们 就是说我们 是可以通过我们手中的选票来说话的 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手中的选票来做决策的 而且这个国家他就是需要人民通过这种方式来治理嘛 他就是他希望问你的意见是什么 就是说 伊森要当市长 请问大家同意不同意 就是看一看的话 大概没有人想去参加选举 如果要不是受到神的护照的话 但是对吧 就是他是要问你的意见的 而不是说周拜登指派说 我看你挺好啊 你明天你就去那个猫吹胖上班吧 就不是这样 他是需要你去投票 然后看你说你是要这个人 你还是要那个人 他这个机制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不代表说你去投票 你就是一个坏人 不是 是这个国家 他就是这么运作的 所以呢 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是天国的公民 我们是神的子民 而且我们要让人 都能够享受到神的全然美善 我们都要让所有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他们也可以在这一片土地 安然居住 享受神的同在 然后慢慢让他们来接受耶稣 成为他们的救主 你说现在你往这个旧金山也好 或者是洛杉矶的市中心也好 你一开车出去 路边躺的全都是流浪汉 路边躺搭的全都是帐篷 你说这是神的全然美善吗 神会让这些人住在那里吗 不是啊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 好好地使用我们治理土地的权柄 你说那些人躺在那里天天吸毒 有没有我们的一部分责任 我跟你讲 说实话有的 真的有的 我们没有去帮助他们的 我们帮助他们都是 在非常非常浅浅的一个表面 很多人说我们去帮助homeless 哎呀好了 我们能力很有限 我们只要给他们一餐饭吃就好了 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没有重新去建造这批人呢 他还是吃了饭之后 他还是躺在那里吸毒 事实上你刚说的完全正确 因为当一个国家有君王的时候 那这个责任就是君王的 神会惩罚那个君王 惩罚他家人 对然后你看到那个旧约里面 说有好王有坏王嘛 对不对 然后说好王呢 他就是遵行耶和华的旨意 然后他也不拜偶像 然后他一上台 他就把那个什么偶像的祭坛 全部都打碎 然后就让大家所有人都 遵耶和华为圣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一坏王一上台 我现在全都开始扮起来 然后怎么样 圣经里面都直接讲说 这就是好王 这就是坏王 就听神的话呢 他就是好王 不听神的话 他就是坏王 就这样子 对 那这个罪呢 它归到这个王的身上 但是当我们在民主的社会的时候 这个罪就不是我们的王了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Joe Biden会当总统 是美国人投票选出来的 Kamala Harris会当副总统 是美国人选票选出来 Gavin Newsom会当加州的州长 是我们投票投出来的 我可没给他投票啊 是有一票中国人觉得 Gavin Newsom长得实在是太帅了 真的 我当时都凸显了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一个大帅哥 他必须要当加州的州长 对 所以说 加州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神会来审判我们 如果说你没有投票的话 神会说 你怎么没有用你基督徒 属神的这个智慧 去感动你身边的这些灵社 你怎么没有使用教会 你教会怎么没有站出来 去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可以打一个 非常简单的例子 Prop 8的时候 所有的教会出来 反对同婚 然后 加州的公投出来说 加州反对同婚 加州不可以有同婚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地 是战胜的 送到最高法院的时候 这个Ruth Bagger Ginsburg 就说 不行 你这样子违宪 这样子违反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说一定要同婚 这个时候 你可以说 加州的这个同婚的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造成的 而是最高法院造成的 如果这个样子的话 神会亲自的审判美国 审判我们的最高法院 审判美国这个国家 他做出来这个样的决定 但是我们当基督徒 我们当保守派 我们当神的子民的时候 我们就要遵守我们的职责 然后我们要使用我们的义 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权力 去投票出来做正确的事情 做正确的选择 做属神的选择 对 那一说到投票呢 其实在投票上面 我们一定要做出属神的选择了 之前有听说过 有一个很大的教会 整个教会里面 这个成员的构成 有80%的教友 都是民主党人 然后结果他们的牧师 到了这个投票季的时候 我那天看见那个视频 我差点没凸显 那牧师出来说 哎呀 鼓励大家一定要投票 我想说如果你要是 你就是让你们教会 剩那20%投票就行了 那80%他就不用投了 因为投了之后 绝对是得罪神了 如果你一个基督徒去投票 不按照圣经真理的方式来投票 而是用世俗的观点来投票 你投出来这个票是反对神的 是反对圣经的 是反对基督教的教义的话 你这个是大大得罪神的 所以我想说 各位牧长先去了解一下 自己教会到底是什么情况 能转化就赶快转化 如果你就发现 实在就是没有办法的话 那你也别提让大家 去投票这个事了 你从教会里面 搞出80%好几千个人 你来那个反对基督教的价值观 哇你这个剩下那些基督徒 再怎么投票 你要把人家累死了 所以你这些人还 干脆还不如不要投票 到这个时候就不要 呼吁大家去投票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 的确我们要与世界分别为圣 我们在信了主之后 的确我们不应该 再按照世界 告诉我们的这些东西 再去有任何的行为 再去有任何的思想 是那样 像罗马书12章2节 告诉我们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良善 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 神要我们查验 他的良善 他的纯全 跟他喜悦的旨意 而不要去体会 这个世界喜欢什么 不要去讲说 一个善良一个词 世界的善良 跟神的善良 是一回事吗 一个公义的词 世界的公义 跟神的公义 是一回事吗 他们虽然用同一个词 但他们讲的内容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所以神告诉我们 心意更新而变化 因为他知道我们接受了世界的污染 他知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世界的东西 所以他才告诉我们 心意一定要更新而变化 当我们心里面更新 我们头脑里面更新 我们做出来的行为也会更新 这样我们才慢慢地查验 什么叫神的善良 纯权还有克喜约的旨意 总之我们要非常的了解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人 他们是依照自己的心意 还有世界上面的心意去投票了 例如像说堕胎的这个东西 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甚至有牧师去支持堕胎 是 然后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战争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造妖镜 OK Paul长老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没错 然后还有非法移民 我们现在有很多牧师 还有教会是支持非法移民的 支持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你支持人去犯法跨越边境 然后去触犯其他国家的法律 这个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知道很好笑的是什么 就老末的牧师 就支持老末非法移民 觉得这是可以的 华人的牧师呢 华人好可怜啊 支持华人的非法移民 你要是我觉得你要是再问他说 你觉得老末非法移民行不行 我觉得他都能说不行 这就是我们看到世界的法律 然后我们把它摆在 神的律法之前的时候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盲点 我们常常 我们听说到很多的牧师 然后他们的第二代 是个大左派 然后在那边说没办法 他就是这个样子 儿孙自由 儿孙福 我们听到的时候 我们表面上虽然是装作 没有任何的表情 内心波涛汹涌啊 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 你到底在教导了什么 你在这个congregation 你在你们的这个教会里面 传达这些东西 然后回到自己家里面 却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到 我们看到很多 homeschool的家庭 我们很推行homeschool 对 有些homeschool家庭出来的小孩 也是变成那个样子 有些是非常棒的 之前我们碰到一个牧师 那个牧师就跟我们讲说 哎呀我们就看到我们推在家教育 然后他很高兴 他说太好了太好了 在家教育太好了 说我儿子也是在家教育出来的 然后他现在呢 在哈佛 在哈佛当教授呢 你看他多年轻有为啊 他现在才二三十岁 可能跟我差不多大 是这样的 他说哎呀太棒了 我儿子太优秀了 我们已经说哇 在家教育出来的 现在在哈佛当教授 那个学术教育很高 很厉害耶 结果再仔细一问 他儿子是同性恋 然后这个牧师还高兴得不得了 他就说哎呀对啊 虽然他是个同性恋 但是呢 他能到哈佛里面去当教授 也证明了在家教育的成功 我们说不 这证明了在家教育的失败 如果你在家教育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同性恋 这证明你在家教育的失败 而且他的儿子离开了教会 他自己是个牧师 然后他离开了教会 他本来在教会里面 带小组带敬拜 各方面的东西 然后到了哈佛大学之后 离开教会 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投票 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们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 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 然后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错误的时候 我们是要亲自的去面对的 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悔改 到神的面前 很多人觉得说 我好像也没什么好悔改的 我受完洗之后 我都干干净净的 我都白如羊毛了 是不是 你说我怎么悔改 但其实真的 你到神的面前 真的是谦卑自己 你会发现 我们有太多太多 要悔改的事情 神在以赛亚书一章 在这里面告诉我们 说你们要喜欢自洁 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 要止住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给孤儿申冤 为寡妇变屈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炎 必白如羊毛 你们若甘心听从 必吃地上的美物 若不听从 反倒悖逆 必被刀剑吞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可叹 忠信的城变为妓女 从前充满了公平 公义居在其中 现今却有凶手居住 所以神在这里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听他的话 我们得到的结局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悖逆他的话 那他告诉我们 我们必被刀剑吞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 以赛亚还有耶利米 真的是告诉我们说 一个国家听神的话 跟不听神的话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要怎么样运作 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怎么样去投票 我们要怎么样再上掌权 在一个民主的制度里面 你就是再上掌权的那个人 那个再上掌权的 总统这东西 是代表你去治理这块地的 如果美国今天变得很烂 如果说加州今天变得很烂 如果你的事变得很烂的话 你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要在神赐给我们这块地上面 发光发热 做光作严 我们有义务 要用我们的选票来治理我们这块地 不是躲在家里面 躲在教会里面 觉得说世界上面的事情 不干我们的事情 更不是看到 这个地在作恶的时候 我们的政客在作恶的时候 我们把眼睛蒙住 然后说没有这回事 我们只要祷告就好 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 参加小组就好 这样子的话 神的审判会到我们的身上 如果说我们变得跟妓女一样的时候 神的审判会到我们的身上 因为他上面讲的 刚刚你讲的那个很清楚 如果恶人继续掌权的话 义人也会变得跟着一起作恶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看到的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罪的这个心态 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一直以来都有的 所以说只要有机会 只要政府允许了 我们就一定会去作恶 各位不用看得太远 我们就看疫情的时候 教会逼着人去打疫苗 教会逼着人去戴口罩 教会把门关着 让人不能进来 教会说我们的这个congregation 要分成有打疫苗的跟不能打疫苗的 各式各样都显示就是 当我们的政府说 你可以有权利去压迫其他人的时候 连教会 连牧师 连执事 连那种自称是基督徒的机构 都会压迫其他的人 然后我们就是这么的有罪 我们就是这么的邪恶 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然后我们要翻转我们的生命 对 不论如何 神说只要我们回转向他 神一定会拯救我们 在历大之下七章十四节 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 在这里讲到说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很多时候大家一看 我们只要祷告就好 我们不需要有行动 这是很多并不反对 政治投票选举的基督徒 他们会要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只要祷告就好 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行动 因为一旦你付出行动 这就代表是你的肉体在反应 而不是属灵的反应 但是呢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首先讲说什么 说我们要自卑 自卑的意思是什么 是要除去我们的骄傲啊 让我们真真正正的 谦卑的在神的面前 去听神的话语 跟他来祷告 寻求神的面 寻求神的旨意 然后他在这里讲到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步骤 就是说你前面这些事 都做完了之后 神要我们怎么样 神要我们 转离我们的恶行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要认罪 我们要悔改 悔改是要有行动的嘛 你不能说嘴巴上面认罪嘛 对不对 说我错了 神啊对不起 求你原谅我 然后你之后该怎么样 还怎么样 认罪跟悔改 行动跟祷告 一定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神在这里说 要转离我们的恶行 转离呀 转离动词啊 就是你要动起来 你要转离恶行 那当我们对 邪恶默不作声的时候 当我们明明有能力 去阻止的时候 现在没有任何人 可以找借口说 我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个 神已经把权柄赐给你 神已经清清楚楚 告诉我们说 你们必须要去治理这地 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 如果我们还在这里 假装什么都没有 我说没有啊 你没跟我说啊 到了审判的那一天 你真的白口默便了 你没有办法讲 因为神的话 你明明就读过 圣经里面明明 就是这么清楚些 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明确的 就是我们对邪恶 不能够默不作声 我们有完全的能力 去阻止邪恶 我们不能够选择视而不见 如果要是那么做 那是我们的恶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助长邪恶 我们在帮助邪恶 我们把本来应该属于神的位置 我们就说 撒旦你去吧 我是那个political neutral的Christian 所以那个撒旦你就去吧 为什么 我们没有发出正义的声音 所以神说要我们 转离我们的恶行 他就必从天上垂听 而且他不仅要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还要医治我们的地 这样做完全值得呀 很多时候说 会不会我们付出太多 太辛苦 我们到时候又去拜票 又去打电话 到了选举期 我们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做 不光是付出一个金钱 还有时间上的代价 或许我们还要付出很多体力上的代价 但是其实你要明白 我们能够得到的收获 是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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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超出我们的努力的 我们得到的更多 这个事太值了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并不是说用人的血气 我们要去做什么 我们这是在跟神同工啊 千万不要小看你任何的付出 千万不要小看你付出的任何一个行动 或者是你做的每一个决定 不要小看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更亲近神的 而且我们会更多看到自己的软弱 我们会更多看到世界的败坏 我们会更多看到神的圣洁 而且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跟神一起来同工 千万不要拒绝神 当神邀请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 千万不要说让神在那里等待你很久 然后神一直在这等 说你什么时候来 我一直在跟邀请你 你什么时候跟我一起来 然后你就说 神为什么不邀请我 神为什么去呼召别的人 没有了 神都呼召我们 所以呢 这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把耶稣介绍给大家的一个好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我们去北加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人 然后他们对北加的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我们去哪个地方 每一个就说什么 你的车上千万不能买东西 放东西啊 不然那个什么车门会被砸破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各方面的 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的治安差的跟什么一样 每一个人提心吊胆的 我们的那个neighbor上面 每一天都都 一堆notification 就说什么 哦这个地方又被抢了 我们拍到了这个谁谁谁 然后这个人家里 Amazon的package就被偷走了 什么什么什么 有neighbor的这个app的人 大家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而且还有就是有谁 现在敢去银行取什么现金 我提心吊胆 我好怕 哪怕我取个两百块钱 我都非常害怕 就是我会左顾右盼 然后我在车上会祷告半天 我说神你一定要保护我呀 我要下去取钱了 那这些东西是谁造成的 其实不是别人造成的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Gavin Newsom他说的非常清楚 他没有在 如果说今天他骗我们 他说他会治理好治安 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都是弄得好好的话 那他骗我们 OK 他坏 但今天不是 他在上面是说 我们就是要把罪犯放出来 因为他们很可怜 我们就是要吸取非法移民 加州现在是一个 Sanitary City Sanitary State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有义务 要吸收所有的非法移民 这个是写在我们的法律里面的 是我们的政策 所以当这一系列的东西 在加州发生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被在上掌权的人骗了 而是这些是我们同意的 我们投票出来 他去执行的 他实践了我们想要的政策 如果你住加州 如果你住美国 你不想让美国变成那个样子的话 你如果你住加州 你想要翻转加州 你受不了的话 你住北加 你不想要你的车子一天到晚被砸 然后呢 警察看了之后只能说 Hey what are we gonna do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如果你不想要在这个样子的生活环境里面 生活的话 你就是要投票 而且是你是要用圣经的价值观去投票 不要当一个逆来顺受 然后什么都不去做的一个基督徒 这不是基督教我们去做的 这不是圣经教我们去做的 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意思是 你要亲自的去感化你身边的人 让他的票也可以投给基督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2024马上就要到了 在这一整年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一年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要失了信心 鼓励大家呢 要呼吁起来你身边的弟兄姐妹 告诉他们投票是如此的重要 而且必须要站在圣经的立场投票 这样呢是为了造福这块土地 让很多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们 让他们都可以在这一块地黯然居住 让他们都能够更多的认识神 让他们都能够受洗顾住到主的名下 让他们真的能够享有非常美丽的永恒的生命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有任何的想法 都欢迎在我们的下面留言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中文字幕 Victoria 中文字幕ィ 感谢观看